哈喽 我是斯里兰卡体验官邓家伟 我终于找到了我在斯里兰卡的所有家人 要齐了 遇见另一种生活 字面一词来理解的就是和你平时的生活不一样嘛 像我大一大二大三的时候 可能浪费了很多时间 总之没有很多的机会想出这样的圆满 那天发了好多朋友圈啊 跟团队的小伙伴一起在聊天的时候 他帮我朋友圈说 哎我觉得你的人生最近几个月才开始啊 以前都不算 能够出来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 这些是帮助你开阔眼界的 其实这边民风淳朴 在路上走的时候会有很多给你打招呼 而且他们看见你会跟你用中文说你好你好 我觉得其实他们非常友好 还有这边的团队处司机 他们其实性格都很好的 而且你可以跟他杀价嘛 他们也会给你喊很高的价钱啊 要跟他杀价 但是他们脾气特别好 我记得我在County的时候 那天晚上我要去那个Bamp Garden 去吃饭 我就想打一个堵车过去 我就跟他讲一下 他跟我说600块 600 我说200 然后他就说 NO 表情很夸张 NO 然后我说200 他就 Please400 然后我也 Please200 后来我们300块走了 这边的小朋友特别可爱 我去皇家植物园的时候 跟他们合影 全都围过来 他们特别喜欢照样机 后来我去支教的时候 也发现他们上课 特别活泼 整个课堂都特别欢乐 其实我觉得支教这个事 收获是双方的 小朋友从你那儿了解到外面的世界 你也从小朋友那里 体会到那种纯洁和真诚 好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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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暂宁 ��면 好 我们这边公共交通火车都不关门 我挂了两次火车 有的站台里列车很近 就会撞到膝盖 所以真的挺危险的 大家不要轻易地去尝试 虽然这种体验很独特 但是也很危险 5,4,3,2,1 我们在亚拉的时候看到那些大象 距离很近的 那个大象就在车旁边 他就吃草的时候用鼻子去捡那个草 用脚把那个草旁边的土给踢开 踢开着鼻子卷起来 卷起来之后他会把鼻子这样前后甩 把沙子都给甩开 有一只小象特别有意思 他在甩的时候一直甩不完那些尘土 甩不干净 他就很生气 就把鼻子往上一仰 就撒了自己一身 特别可爱 但是在亚拉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到大帽 狮子牢固 花豹 都没看到 可能宿嘴没醒吧 可能前一天过节嘛 大家都喝酒去了 大帽也喝酒去了 都没看见 挺可惜的 去世界尽头的时候走了特别久 走了特别久 他是在霍顿平原嘛 里面很大徒步走三个小时 早上很冷 进去的时候太阳出来就很热 我们早上五点半就出发了 但是可能还是晚了点 我们就站到悬崖边 面前全是白茫茫的 然后后面就是太阳 他们说是因为你去晚了 太阳出来之后 露水全部都蒸发起来了 所以就都是零 都是雾 就看不见了 但是你会觉得 那个地方很清净 会觉得什么都放下了 我在想 他之所以叫世界尽头 是不是因为你到了一个地方 眼前既没有路 也没有东西可以看见 所以叫世界的尽头 但是真的超级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 你会有什么地方 在这场里 的计划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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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自己过来以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晒黑了 其实更多的是对异国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认识提升了不少 我们有幸见到了一只海龟妈妈上岸产卵 那种成群结队上岸产卵的景象早已经不存在了 你看到他把卵一个一个的缠到沙滩上 然后用四肢把沙坑填平 再用身体一下一下地把沙子被排斥 你会觉得生命的力量特别伟大 我现在一想到那只海龟我就觉得 人类对大自然的破坏真的太严重了 人类真的太自私了 以前我看到新闻捕沙冰龟动物 我会觉得人类很残忍 但是我没有那种愧疚感 现在有了 现在特别愧疚 看到大自然被我们破坏成这样 一只海龟沙岸产卵都很不容易 就会觉得人类确实需要做的努力还很多 不单单是为我们自己 没人 吃四肢 是